80年代到90年代呢 很多的日本车拥有非常多的经典引擎 这些引擎的性能很出色 然后它的这个耐用度也很好 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 我们将会和大家细数一下 Top 10 日本最经典的引擎 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 Honda 的 B 系列引擎 B 系列引擎有 B16 啦 B18 等等 它在 1980 年代末到 1990 年代出这个引擎 其实是非常的经典 像是 B16A、B16B 还有 B18 等等引擎 在 Honda 的车口上面都有非常出色的动力 最经典的就是这个 EK9 的 Type R EK9 的 Type R 虽然只是 1.6 的 NA engine 可是它有 185 HP 的马力 表现是非常出色的 到现在为止 还是很多改装的Gaki 喜欢在他们的 Honda 车口上面移植这个 B 系列的引擎 不知道你是不是 B 系列引擎的粉丝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你 对 B 系列引擎的看法 第二具引擎我们要讲的就是 Mitsubishi 的 4G63T 这具引擎在 1980 年登场 第一款搭载这个引擎呢就是 Glant VR 4 之后呢 这个 Mitsubishi Evo 啊 还有像是 Mitsubishi A-Trak 等等的车款 都采用了这个引擎 最经典的自然就是 Evo Evo 从第一代到第九代都是采用这个 4G63T 而且呢 Mitsubishi 还针对这个软件还有硬件的升级 所以后期的这个 Mitsubishi 的这个 4G63T 呢 改装潜力也越来越大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 Evo 可以改装到 700 多批 800 多批 甚至破前批的 Evo 都有 就证明了这个 4G63T 的这个改装性能其实是非常的强 再来一点呢 这个 4G63T 的设计其实有点不一样 它是长冲层的引擎 长冲层的引擎呢 就是代表它比较注重这个引擎的低扭 如果呢你遇到这个搭载 4G63T 的这款 你千万不要去惹它 既然讲到 4G63T 讲到这个 Mitsubishi 我们哪里可以忘记这一个 Mitsubishi 的这个 苏敌 Suparu 我们要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它的一阶引擎 一阶20 还有一阶25 在这个 Impreza 在 Legacy 啊 或者在这个 WRX-TI 上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的 一阶20 跟一阶25 的中阴 而且它也是一个非常长寿的引擎 前后总共经历接近 30 年 这个 Subaru 呢 才将它停产 而且它的改装潜力也是非常的大 再来一点呢 为什么 Subaru 那么喜欢这种水平对卧引擎呢 就是因为水平对卧的引擎重型很低 就可以帮助这个车辆的操控表现 所以 Subaru 的车好价 除了他们的这个引以为傲的 四轮驱动技术以外 你千万不要忘记 它的水平对卧引擎 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功劳 第四具引擎我们要讲的就是 Honda 的 F20C 也就是这个 S2000 用的引擎 因为有 V-Tech 的关系 虽然它只有 2000 的排气量 但是它的马力达到了 247 HP 非常的恐怖 要知道哦 在自然进气的引擎上面 你每一个公升的这个排气量 你要产生超过 100 马力 其实是很难的 但是 Honda 偏偏做到了 而且这个引擎还有超高转 它的红线超过 8000 转 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开这台车 你拉到 8000 转 那个声音的表现会是怎样 第五具引擎 这个引擎应该很多人喜欢 但是很多人想买又不敢买 它就是 Mazda 的这个转子引擎 13B REW 在 RS7 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具引擎了 虽然当时因为这个日本的这个君子协议 它的马力追值可以到 280 PS 但是它可以经过后续的改装 马力提升到非常恐怖的境界 也因为它的改装潜力很高 所以到现在呢 这个 RS7 的价钱还是很贵 是一款我想买 可是我买不起的车 80 年代 90 年代 日本的车厂很喜欢在这个 1.6 的自然进行引擎上面出手 像是 Nissan 的这个 SR16 VE 就是其中一具很恐怖的1.6 自然进行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达到了 173 HP 在这个1.6 的自然进行引擎来讲 这个马力表现非常的恐怖 对不对 因为它拥有 Nissan 独门的这个 Neo VVL 技术 而且大台的车款像是这个 Sunny 的 VZR 也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如果你要找一具1.6 的自然进行引擎 和这一个 Honda 的 B16 引擎相比的话 Nissan 的这个引擎为什么不可以呢 接下来的引擎 跟这个藤原拓海有很大的关系 没有错 它就是这个 4AGE 引擎 也就是 A186 所用的引擎 这个引擎其实种类非常的多 像是什么 银头啊 黑头啊 红头等等 种类非常的多 然后它的这个马力表现其实也很出色 虽然讲在一般的这个 4AGE 上面 它的马力可能只有 110ps 左右 但是呢 它性能最强的版本 也是有差不多是 170-180 左右的表现 这个表现可以讲是在这个 80-90 年代的三大 1.6 自然进行引擎之一 尤其是这具引擎在这个 A186 上面 是非常的著名 其实除了 A186 以外 像是 MR2 啊 Silica 等等的车款 都有搭载这个引擎 目前呢 这个引擎在这个改装市场上面 还是非常的热门啊 我相信很多人还是会对这个 4AGE 引擎 是蛮喜欢的 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你 接下来 我们要讲的是这个东营战神的引擎 也就是 R32 R33 R34 所采用的 RB26 DETT 当年因为日本政府这个军资协议 所以官方给出的数据 这个战神的马力只有 276 HP 可是实际上哦 很多的车主把这个战神 GTR 带去 Dino 他们实际获得的马力哦 是超过 300 HP 接近 330 所以呢 这个就是 Nissan 玩的小手段啊 而且不只是它本身的马力很出色 因为它是这个铁柱钢铁的关系 所以它可以承受的马力表现非常的大 我们时常可以在这个网络上面看到 很多的这个 GTR的改装车 马力可能超过 500 600 700 都有 所以这个就是 90 年代性能车的魅力啦 如果说到了这个 RB26 DETT 我们怎么可以不说它的数据 Toyota的 2JZ GTE 它有一个外号叫做 2JJ 然后搭载这个引擎的车款很多 不过最著名的应该就是这个牛魔王 Supra Airbus Airbus 有一个外号叫做直线加速王 就是因为它有着一个非常强大的改装潜力 因为它同样的也是铁柱钢铁 目前很多改装案例的 Supra Airbus 都有 1000 匹以上的实力 所以拿它来跑零四 真的是非常的强 旧战神的引擎上榜 新战神的引擎哪里可能不上榜 VR38 DETT 就是我们要说的最后一极引擎 这极引擎的排气量是 3.8 公升 不过它不是 L6 了 它是 V6 虽然如此 但是它的马力表现还是很恐怖 同样的 虽然官方给出的数据一开始是 400 多匹 但是很多人把这个 R35 带去 Dino 之后 它的这个马力表现其实是超过 500 匹的 目前的这个 R35 呢 它的动力表现也是非常的恐怖 改装起来你要有 700 800 同样的也是非常的简单 所以它有着超跑杀手的称号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带来的 10 具日系最经典的引擎 这个 10 具引擎里面 你有没有喜欢哪一具引擎 又或者是你是哪一具引擎的车主呢?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和我们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希望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帮我们订阅频道 分享影片还有按赞哦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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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